讲到基督徒的权柄和能力 我们这次首先讲到射罪的权柄 约翰福音20章23节 你们射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射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这里讲到基督徒的射罪的权柄 神射免我们的罪 这是神给所有信靠耶稣的人 真心悔改,神就射免我们的罪 基督徒也有射罪的权柄 你们射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射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这句话,有些人觉得射罪不是神做的 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做呢 意思是这样 当一个人真心悔改信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告诉他们,耶稣射免你的罪 耶稣拯救你的灵魂 他真心悔改信靠耶稣的时候 他就是被射免的,他是得救的 这就是我们的权柄,就是全福音的时候 当他听耶稣的说话,信靠耶稣真心悔改的时候 耶稣就射免他的罪,他的罪就射免了 你会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 就是说,如果有人不悔改 在马帝福音18章里说到 如果有人得罪你 首先就跟他说 跟他个人去说 如果他不听的时候 就找一两个人去跟他说 每个人都要定准 说话都要定准 就是说是肯定的 指出他有什么问题 然后他不听的时候就告诉教会 如果他也不听教会 就看他障碍帮人 这个就是马太福音18章所说的 这个就是留下人的罪 比如假设在教会里面 有人是继续犯罪 而不悔改 譬如他继续犯奸淫 或者在教会里面 亂追女孩 或者亂认识男孩 或者他偷钱 或者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去跟他说的 但是我们不是要令他难受 我们是帮助他 我们的目的是能够帮他得救 于是我们就会跟他聊 跟他聊一下 我们会跟他这样说的 但是如果那个人不肯悔改 他的罪就留下 留下的时候 就是说 这里圣经讲到 你们不赦面 你们留下谁的罪 就是说如果有基督徒 说基督徒 说基督徒 那他继续犯奸淫 或者继续犯任何一种罪 是持续犯人 你告诉他 他都是继续犯的时候 而他不肯悔改的时候 我们是会留下他的罪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严重的事情 因为在地上留下他的罪 在天上都留下他的罪 除非他悔改 他悔改的时候 神是会射灭他的 但是他不悔改 有些人会做一件这样的事 比如他在一个教会 他犯奸淫 这种情况 其实我听过有的 我听过 有一个真实的情况 就是 分开是结婚的 但是他们会和他本来的配偶 分开 然后两个人 就一起 就是 两个人 好像夫妻那样相处 那 当时教会就觉得 哇 很有问题 那就跟他说这件事 他又不肯悔改 地方就开始新的事工 其实这件事是神很不喜欢的 不是说 有些人以为我犯了罪 我就离开这个教会 离开教会 另一个教会又不知道 我就可以从头开始 我想说 在神的天国 圣经讲到 你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那 那 这两个人 是不是去到天堂呢 是不是去了地狱呢 我们不知道 因为 因为圣灵会感动他的 圣灵会感动他 那件事是罪 他有没有知罪呢 就是他 跟他自己本身的配偶分开 然后跟另一个义圣 去一起结婚 那就是很不对的嘛 那如果他没有悔改的时候 他就算走了去另一个教堂 不代表他的罪 会得到赦免的 他是需要在他原本的教堂 去处理这件事 去真心悔改 并且分开 就是并且 恢复回以前的婚姻 就是 就是因为他 这样分开 根本是因为 一个分外情而分开 根本是一个 真是犯奸淫 那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 大的问题 那 耶稣是给我们这个权兵 射罪的权兵 和留下罪的权兵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一样做 有时候就是 英文叫做 Church Discipline 就是 在教会里面 会有管教 会有处理 处理一些人 他们在罪中的问题 是不会当他没事的 是会真是去处理的 那 那这件事呢 有些人说 就很没有爱心 那这个呢 是圣经里面 其实圣经里面 讲到两件事 一个是神的爱 和基督徒的爱心 但也讲到神的律法 和基督徒是应该 遵从神的戒命 如果没有遵从的时候 是有处理的方法 那所以呢 就是当一个人 在罪中 继续停留的时候 他是需要 在神面前 悔改 处理罪 如果不是 在地上 留下他的罪的时候 他的罪就留下 好 那我讲到这里 我停一停 让大家去发问 在这方面 大家有没有问题呢 那其实呢 可以一起看 马太福音十八章之后 我就这样 口中说出来 他那里讲到 按他障碍帮人 这个处理呢 我也想说 是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的 那有些教会呢 就是容许他留在教堂里面 但是呢 他不是教友 他不可以领盛餐 那他呢 那他呢 就 可以呢 就 就是在这里听到 希望他听到悔改 那他们呢 在非洲呢 就有个这样的情况 有个名字 叫 那个地方被这些 在罪中的人 坐的 叫做 Sinner's Bench Bench 就是那些座椅 座椅 座椅 就是呢 有些人呢 在罪中 那么呢 教会就容许他们回来听到 但是呢 他们就不可以坐在其他位置 他是坐在Sinner's Bench 他在那里呢 就是说明这些人在罪中的 他是需要悔改的 那 有些教会就直接是 就是说 将他们开除会席 那有些就会离开 那有些人就会 走到另一个教会 那他以为走到另一个教会 是解决这件事 但是其实不是的 圣经 就是说 很教导的就是 你留下他们的罪呢 他们的罪未得赦免的时候呢 是其实是会继续留下 除非他 悔改 他也处理 当这个教会处理的时候 因为神是给了这个教会的权并的 那么 那 譬如有人 他 他离开了教会 不过在其他地方悔改 那又如何呢 那么 嗯 他是 是 可能 是可以得救的 不过呢 在神的眼中 他是有一件事 他未曾处理的 我 譬如 再将他形容一下 譬如有个人 他跟他的太太离婚 跟着呢 就 其实有婚外情 又跟太太离婚 那 他呢 就 逃避去第二个教会 他逃避去第二个教会 不代表这个本来的罪呢 就是这个问题呢 是 走了的嘛 他需要回到他太太那里 跟他太太 和好啊 认罪啊 去处理这件事 不能够这样 我 一走了之的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 就是在神的国里面 我们需要和 那个罪有关的人 去道歉 和去更正 我们所做错的事 的 OK 有没有人有问题 可以这方面 牧师我想问问题 Esther 是 是 你说 这样的 这样的 我自己理解圣经 就是 例如 两夫妇离婚 两个夫妇都有信基督徒 他离了婚 他自己两个再去结婚 再有第二次婚姻 但是他们在属灵那个 在神的生命插天堂上面 喂 是的 你说 我说两个基督徒 他们在教会 我听到 听不听到 听得清不清楚 我听得清不清楚 不过你停一停 那意思 OK 我以为你不清楚 我说两夫妇 他是基督徒 在教堂结婚 接着就离了婚 接着就再结婚 那两个都在教堂里面 再可以结婚 但是不是在之前那个教会 在第二间教会 他是和第二个人结婚 和本来那个太太结婚 当然是第二个了 OK 那就是 那当时 当时的母会 教会 就说 就是我们以前教会 例言会就说 一个牧师出来说 他说 在属灵 在神的眼中 就是在神的眼中 虽然你们人 神配合的人不能分开 你们自己强行分开了 但神也会祝福你们 只要你们认罪 但后来发觉 原来两夫妇是错配婚姻 就是根本 根本就很混乱 那时候信仰 两夫妇信仰 就不是很坚固 因为可能 喂 听到吗 我听到 有时候你突然停一停 那意思 是不是你停一停 我没有 我没有停到 可能那些线路 那两夫妇就是说 我们结错婚了 原来我们性格不合的 我都觉得神不是为我预备 对方 那两个就 没多久 一年左右 就离了婚 然后他们再结婚 就很肯定 又说见到异象 又说听到神的声音 又有经文印证 结婚又如何 再第二次婚姻 他们就去了第二间教会 不是我们以前的礼宴会 去了第二间教会 那间教会 就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这段婚姻 是长久的 就是来自神的 那我就 我就觉得 都会有 圣经里面说的 圣经 因为很天福有限 说不到那么多 Exceptional Case 很多的例外情况 很多人盲中中 十几二十 都未够二十岁 老顺都未生上 没有社会经验 又没有经济能力 可能 就无端端结婚了 后来觉得性格不合 很多人不合 原来不是自己的白马王子 不是白雪公主 就离婚 第二段婚姻 就很幸福 很幸福 有儿有女 有子孙满堂 可以白头到老 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都是合乎神心意 是不是牧师 OK 圣经说得很清楚的 如果有人 有妻 他就叫妻子 叫她成为淫妇 有人娶这个妻子 也是犯奸任 而这个男人 也是犯奸任 正经是很清楚地说得到的 所以 的而且是犯奸任 但是 在教会里面 有时候会有一种做法 有些教会是不允许她再结婚的 有些教会就允许她再结婚 那就有一个这样的理论 就是说如果她不结婚 她可能还继续犯奸任 她的罪更大 所以 英文说 the lesser of two evils 就是她两件都是罪 她 就是她犯了 她和太太离婚 这是犯了奸任 是犯罪的 如果她又不再结婚 那她就和其他女性 又搞在一起 又有性关系 这样的时候 她继续犯更多的罪 不如她有一个稳定的婚姻 都是凡是这样的情况 牧师应该是和她们有婚姻辅导 帮助她们真是 认识对方 处理生命 懂得如何沟通 懂得如何相处 懂得如何相处 然后呢 才一起去 即是 才结婚 但是这个结婚 都一定是她们 是神的恩典 给她们 能够在这个情况之下结婚 但是这个不是神本来的最完美计划 即使她原来的婚姻是配错 其实这些是可以婚姻辅导 帮助的 因为呢 有很多人就觉得 婚姻不好 是没得搞的 其实是有得搞的 很多时候呢 因为女性就喜欢 有多些沟通 希望人们会聆听她 回应她的感受 但是男性对这些是很没有经验的 因为男性很多时候就觉得 不要说就可以了 躲起来 或者是 不要想她就可以了 不用再处理的 所以男性倾向 就不喜欢说的 也都不懂得说 有些男性是不懂得说她的感觉 不懂得回应对方的感受 聆听也都很有问题 明明那个女性呢 说得很清楚她的感觉 但是那个男性可以是完全 听来听去都说不出来的 那这个因为 有些很多男性 对于感觉是比较 迟钝 没有什么训练 其实教会是应该有这样的教导 和训练的 那 这样的时候呢 即使婚姻是很有问题 都可以重建 那这个就是 按照圣经的方法 神遂想的完美计划 就不是说 第二个才是神的计划 第一个是神的计划 因为她 因为她 在那个罪里面 所以搞到有这么多问题 而是 最好的方法 始终都是去回本来的婚姻 回复的 但是如果人真的不愿意这样做 能够这样做 这样的时候呢 就是她明白 她再结婚 其实是犯奸人 不过在神面前 她求神赦免 她是犯了一样罪 她可能再犯更大的 最好就是她不要结婚 最好就是 如果离婚 不要再结婚 这是最好的 但是她 做不到这样的时候 她再结婚 她也明白 她现在其实 不是神的原本计划 但是她如果 就是说 以一个牧养的心态 就是说 如果她 不结婚 可能问题更加大 她结婚可能减少 问题 那就容许她结婚 所以 希望大家 都明白 如果婚姻的问题 应该去 找婚姻辅导 就是 如果大家看到 你会发觉 夫妇很多时候 真的很难明白 对方的男女 很难明白 对方 需要 有些训练 我就示范 我当时 在上课 教人 如何辅导 我就示范 如何辅导 OK 这个就是 我回应 关于婚姻的问题 最好就是 婚姻 当发觉任何问题的时候 都尽快找 教目 如果教目 不懂得辅导的 就找婚姻辅导员 牧师 可以 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是 那 圣经 圣经 旧约 圣经 旧约 圣经 旧约 聂王姬 上下 大卫王 这么爱 神 又高纳他做皇帝 又废了 宿罗 大卫 这么圣洁 他就不要 娶那么多老婆 为什么娶那么多老婆 还有 他的儿子 所罗门 他有 几千个妃笨 所罗门 都是大卫 犯奸淫 和别士巴 生出来的 又要立他做皇 为什么上帝又要 选择一个淫乱所生的儿子 所罗门 这个就是 神显示给人看到 人的问题 所以在耶稣的家谱 那里说到 是 大卫 是重 我就是不太明白 我就是不太明白 神是圣洁的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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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的心意 但是 神也祝福大卫犯罪 他自己 杀人老公 抢人老婆 和别士巴 行奸淫 他都生了一个 第一个儿子死了 是懲罰他 第二个儿子 都是和别士巴 生的 大卫 所罗门 应该是淫乱的 他应该 所罗门 大卫应该 悔改 应该休了 别士巴 他自己 那么多老婆 都不 都不 都不心满意足 还要 煞煞滚 还有 就是 所罗门 他是淫乱 别人老婆 所生的 不应该 他做 OK 好 你再说一次就行了 不用再说两次 OK 好 我回答 所以耶稣家谱 就说到 大卫从 乌里亚的妻 佛士巴 生了所罗门 这个就是 显出人 始终人是有罪 这个是神不起悦的 也都带来 大卫 他真的 他的家 都不离开他的家 他受了很多苦 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就是 他 就是神去 懲罚和管教他 所以 我最初就说 神有恩典 就是 希望人会悔改 而 因为大卫本身 他虽然有很大的罪 但是他真的很 真心悔改 他在诗篇五十一篇 那里说到 他自己 他的心 真是悔改 所以 神仍然接纳他 仍然卸面他 那这个就是 就是 其实在 旧了圣经到新了圣经 都是 就是 人有犯不同的罪 神 都是会 赦免的 当人真心悔改的时候 这个不是一个 不是应该是这样的 我意思 不是应该人这样犯罪 不过 当人犯了罪的时候 神真是有救恩 是圣面人的罪 至于 为何在旧约那里 他们娶那么多妻呢 因为 在旧约的时候 其实 神是有 说到的 跟撒母耳说到 就是说 当你有 那个王的时候 你就不像外邦人 那样娶那么多妻 就是有说到 这件事 但是他们没有遵从 那 在旧约呢 就 有不同的原因 有些人认为 就是说 因为想 能够 继承到 那个家谱线 因为旧约的家谱线 是很重要的 所以 就容许 他们 有多妻 多妻不等于 犯奸淫 犯奸淫 意思是什么呢 是人家的太太 拿来自己取了 这个就是犯奸淫 但是 如果那个人 本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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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旧约的时候 他 在旧约的时候 他娶了多个妻子 并不是犯奸淫 但是 这个不是神最好的 完美的计划 神原本的计划 都是想人 一个男人 娶一个妻子 就是神容许 他们这个 不完美的情况 是 你可以说 都是罪的 因为他不是完美的 但是 神是 在旧约的时候 容许他这样做法 就 不是代表美好 而在新约的时候 就说明了 就是 他说明的时候 是 是 侍奉人缘 就是 全道的人 他们是 只能够做一个 女人的 丈夫 这个就是 在 新约的时候 不过 因为 圣经 耶稣也说到 神的心意 是 一个 除一个 所以 可能 为什么 保罗书信 指着一个 妇人的 丈夫 因为 那时候 仍然有些人 因为 刚刚 旧约到新约的转接 仍然有些人 娶了多一个妻子 所以 基督徒 你全部 就要休息 你的 第二个以上的妻子 他们容许他 留在这里 不过 全道人 就一定要是 一个妇人的丈夫 这样 这个我回答你 但是 这个 跟我们的主题 有点拉开了 我们 尽量 是 去管内科的问题 就是 说到 射罪 和 留下罪的权兵 所以 基督徒 我们最终 需要悔改 不要 安慰一件 轻可的事 因为 留下罪 他们是可以 不得救的 那 大卫 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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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典,另一方面亦是告诉世人 就是,就算圣经中的人物,都是罪人 所以说到大卫,从乌尼亚的妻生了所罗门 所以他们都不是完美的人,只有神才是完美,只有耶稣才是完美 OK,好 还有没有人有关的问题 好了,我们就去下一点了,就是祈求得着的权柄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 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恩而子得荣耀 然后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传,坦然无惧的心 这里说到祈求得着的权柄 就是我们祈求得着的权柄 第一个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 就是奉耶稣的名,无论求什么,神就会成就,叫父恩而子得荣耀 而在约翰福音一,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 就是说祈求是会照神的心意的 第一个经文是没有讲到,没有讲到求,就是按照神的心意 但是因为祈求,神才会听的,所以呢,第一个经文都是讲到是 他意思都是说,照神的旨意祈求,神就会成就 那么,其实在圣经里面呢,有时候譬如说到信,信耶稣那样 有很多人就以为信,总之我信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圣经有其他经文是讲到信是接待耶稣嘛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命的人,他就赐他们权命作神的儿女 那就是说呢,信就是接待耶稣 所以说到基督徒的生命是讲到信而跟从的 圣经永远不会说,就是说信的意思就是 总之你信了,有没有行为呢 圣经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圣经说到基督徒 说到信的就是说到信而跟从的,才算是基督徒 信没有跟从,不是基督徒 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英许,其实是给那些听话的基督徒 信而跟从神的人 所以也奉耶稣命求什么,就是这些人是信而跟从神的人 他只要奉耶稣命求什么,他是真信耶稣 就代表他不是凭他自己的,就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去祈求 那是祈求按照神的心意去祈求的时候呢 神就会赐给他了,那关于这一点 那我还有补充,这里补充就在圣经这里,我没有摆出来 就是耶稣说到,祂说,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以为用重复话去祈求 以为话多了必蒙谁听 那这里,这句说话呢,其实就告诉我们 我们祈求的时候,不要以为是这样吹吹吹吹吹吹地说 神就会听,另外耶稣也说,你未求以先,神已经知道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根本知道我们需要 所以我们祈求的时候,神是会 就是我们亲近祂的时候,我们爱神的时候 神就为我们预备眼睛未曾看见 以当我未曾听见人生未曾想到的恩典 先求神的国,就是说我们关心神的国度 关心更多人进入天国 还有祂的义,就是遵从神的戒名叫义 先求神的国和祂义 也都是,先求神的国也有意思就是说 让耶稣作王,因为耶稣作王就是神的国 这些一切就加给我们,所以圣经讲到关于祈求呢 就不是一定说我们求了才得着的 因为有些人他有时候会这样说的 牧师,我怎样祈求我儿子才会信耶稣呢 不是方式的,就是有些人以为 我要讲些什么土文呢,那我儿子就会信耶稣 不是那个土文,而是我们爱神 我们亲近神,将从神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 但是对于第二个人呢,我们可以代祷 但是代祷是没有担保这个人一定得到神的恩典的 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到 这个人接待耶稣 这个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 他才开始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代祷呢,我们是主要应该是 就是对于未信的人呢 我们主要是代祷呢,求神去拯救他们 而代祷如果只是说,啊,神啊 我有个亲戚求祢,求祢医治他 因为他没有耶稣呢 神未必医治的 因为他没有耶稣,他没有信耶稣呢 耶稣的恩典不能够来到他身上 有很多人呢,他有个观念 就是说呢,找人代祷呢 那么呢,我老公呢,就会痊愈了 他老公不信耶稣的 或者我儿子呢,就会结婚 很多人呢,他跟我说 就是他会说,我儿子,你祈祷啊 他找到个太太,我说他信耶稣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为什么你会关心他结婚 多过关心他信耶稣呢 我们应该祈求他信耶稣 他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神的祝福的 那有些人呢,就觉得呢 就是你祈祷呢,就会得到神的祝福 是爱神,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这样祈祷呢,神就会祝福我们的生命 所以呢,我们在祈祷的时候呢 不是一定是说些什么说话 神就会听,而是呢 我们真心爱祂 我们都祈求,我们祈求 就是祈求没错的 不过不要以为 说多了必忘谁 因为呢,慢慢地说,说很多次 神就会听的 不需要说很多次的 我们 就是其实我们的心意 比如说,我们想得医治 神老早知道的了 我们不用天天都说给神听 说,神啊,我还没有得医治 你快点医治我啦 我们不用他闷神的 就是不需要告诉他很多次 他都知道了 那我们 应该做的就是我们亲近神 让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加强 神就会祝福我们的生命 OK,那所以呢,祈求就得着 是,一方面我们是祈求 但另一方面呢,我们是 亲近神,爱神呢 神就会将 最美好的给我们 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 对于祈求得着 所以我自己来说呢 我是 不是很多为我自己的需要祈求的 因为我觉得神是会照顾的 我反而更多是说 神啊,求你开路啦 让我有机会去 向更多人传福音 赐给我更多智慧聪明 能够祝福更多人 我是为到天国祈祷呢 是更多的 我很少为我自己祈祷 那我为自己祈祷 其实我说一句 神已经知道 我没说神都知道 不过我都会告诉他听的 那我说给他听 神是知道呢 神是会照他的心意去做的 那我就不会说 我就不会说 神为什么你还没有 医好我这个问题啊 还没有为我开更多的路啊 我就觉得一切在神的掌握之中 我不需要去催逼神的 我不需要催逼他 我知道神给我已经是最好的 我知道我听话 神给我是最好的 所以我不需要催逼神的 我祈祷不是催逼神的 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不停地催逼神的 他以为我啊我啊神 就会听他祈祷 其实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OK 好 这个拳兵 祈祷得着的拳兵 大家有没有问题想问 牧师 我今晚就听到你这样说 之前我在其他 听到很多个人的教导 他都说 如果你未得着你就继续求 求到得着位置你就感恩 未得就求到得 跟着 一路这样求求 我说 这样 跟着 我听过几个人都是这样 跟我说 但我今晚 听你说 原来是这样 就是那个方式 错了 是 因为圣经答应 就是当我们爱他的时候 神就会 将我们想到想不到的恩典给他 这个是神所答应的 是 那也都我们 不是将关注放在 我们想得到的东西 我们是 将关注放在 神的国 当我们关心神的国度的时候 神是会祝福我们所做一切的 OK 好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叶牧师我想问 那个问题 因为你说 你不要求那么多 好像很重复 也不是不要求那么多 不要 暗暗沉沉地求 不要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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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可能是不是我理解错了 我有一节经文 主耶稣叫我们 主耶稣叫我们 一个比喻 说 那个 公义的官 那个寡父 那个寡父 是的 就是 那个求 就是 意思是 想叫我们 那些 就是 祷告神 求神 就是 好像 是不是 他说 天国子民 要有信心 他来 四上 地上 大家找到 有没有 有信心 就是求其的人 所以 就是 好像 这个经文 好像要围住神 那样 是吧 好像那个 不义的官 就可以 跟他伸冤 嘛 耶稣 拿这个 比喻 你是 怎样 看法呢 因为我觉得 是的 有少少 惹着 被人 是的 他说 神的子民 祝耶夫 求其 他 从然为他们 忍了多时 此 不忠告 为他们 伸冤 是 是 这里说到 为他们伸冤 就是说 祝福 神的子民 神的选民 但是 但是 这个 是不是 形容在 譬如说 神的选民 不断求 供应 钱 或者求 他的家庭 家人很好 健康 没有病 或者 这里所说的是 为到 神的子民 伸冤 神去 伸张正义 在他们 生命中 彰显 他们是神的子民 是神所 喜悦的 到底是哪一样呢 是否 由这个经文 可以去说到 是 是 到底是 应用在那些人 因为很多人 祈求 什么呢 我儿子快点结婚 快点生儿子 快点 自己结婚 或者 我有份工作 很多人 就是 求这些 而耶稣 是很清楚的 说话 不要用重复话 去祈求 所以这里 说到 到底是 求个人的需要 还是 说到 为到 神的子民 伸冤呢 这是为了 神的子民 伸冤 是的 伸张正义 是的 就是 是否可不可以 应用在 个人的需要 因为很多人 就会将 这些 注目在个人的需要上 因为伸冤 又可以是 伸张正义 就是说 神是 彰显 这些人 是神祝福的 彰显 他们都是跟从神的 得到神的 祝福的 是 所以神对他们的帮助 和祝福 是的 明白 有没有事 因为我以前 祷告 就是神 开棋 意思是叫我常常 祈祷 就是鼓励我 是的 我说 如果要我这样祈祷 祈得多 有时候 就是 又不想重复 婆妈妈 所以 是的 我也想到这一段 都很 鼓励 鼓励到的 可能 你说的 不是的 因为你说的 是 为自己的 好像 世界的 需要 启求 那些 要重复 所以神 不是很喜欢 不是 不是 照着祂的旨意 全球 神的国 神的意 又不同 是 明白 而我们祈祷 其实是更多 去爱慕神 感激神 感激神 是神更加欢喜的 好 好 还有没有人有问题 想问 如果我们一起祈祷 去亲近神 爱神 让神的祝福 临到我们身上 多谢天父 大家可以起床 我只不起床 因为我对着镜头 大家可以起床 放松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主 祂赐给我们 权兵 可以射灭人的罪 当人真心悔悔的时候 神 真的 我们可以有权兵 宣告 祂的罪 能射灭 祂是得救的 亦都赐给我们 权兵 如果有人在罪中 不悔悔的时候 我们是有责任 去告诉祂 帮助祂悔改 因为祂可以失去 神的救恩 为主 施恩怜悯 祝福我们 提升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 处理我们的罪 亦都深信 神赦免我们 所以我们 很兴散 当我们真心悔改 神赦免我们 神会祝福我们 多谢天父 为主 施恩 祝福我们 与你的关系 让我们深信 我们亲近你 爱你 神就喜悦 当我们专心爱你的时候 神你就将我们 眼睛未曾 看见耳朵未曾 听见人心未曾 想到的恩典 神赦免我们 就是说 我们想都想不到 从未见过的恩典 神都可以加在我们身上 我们 从来没有见过的 神可以将这些恩典 放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可以 祂爱你 亲近你 感激你 赞美你 神你就必然祝福我们 我们先求神的国 求神去拯救更多人 为不信有人祷告 求神拯救他们 也都是传阳福音 和让耶稣在我们心中作王 耶稣作王的地方 就是祂的国 我们先求神的国 就是说 我们传福音 我们有 让耶稣在我们心中作王 让神的国度 进入我们的心中 让神的国度 进入我们的家庭 进入我们的教会 进入我们的工作 进入我们的工作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亲近神 按照神的心意祈求 神就赐给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将眼目放在神那里 深信你的恩典 时时深信你的恩典 主啊愿你临在我们身上 祝福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我们有什么破口 求主帮我们堵住 我们心里面有些事情 是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可能是家人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祝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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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我们每一位 能够得着神的祝福 得着神的祝福 得着神的祝福 平安喜乐 和各样的祝福 神的祝福 神的力量 神的陪伴 神的供应 都临到我们身上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耶稣你真好啊 耶稣你是知道我们的需要 主耶稣我们知道 你深深爱我们 所以我们祈祷 神的爱我 祝福我的 主耶稣我知道你爱我 主耶稣我知道你深深爱我 我的心爱没有你 你深深爱我 你是我一切 你是我一切 我是你背面上捕石 也是你眼中的同人 自己灾在� sana 为主耶稣 Hinterbach May神我的心 神的亲爱我 那 CCP 我也不能爱我 这个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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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s 我是你背面上布石 也是你眼中的窮人 我的心献给你 完全属于你 我谢天赋 我愿意完全属于你 完全跟从你 听你的说话 爱你 尊重你 你就一定将我们想到想不到的 慈悲我们 你叫我们的生命就丰盛 为主帮助我们 信任你 信得过你 你必然祝福爱你的人 你必然祝福 遵从你的人 侍奉你的人 神你必定喜悦 祝福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 神你会将最好的 慈给爱你的人 我们爱你 神你就将最好的 给我们 我们心里面就不需要担心 不需要忧虑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的大恩 多谢天父的大爱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祈祷奉主耶稣的生命 阿们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感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